42页 范例5 某人驾驶汽车在笔直水平路面上行驶 遇红灯而停 绿灯亮时车开始前进 并设此时刻为时间为0 由此时刻到时间为85的期间 汽车加速度A与时间T的关系 流途所示 这是一个AT图 那AT图跟VT图 不一样的在哪里呢 同样的我们都是去看它的点 它的线以及它的面 面积斜率和点 点的话就代表的是 这个图上的一个点 那AT图上的一个点 其实代表的是 那个时刻的瞬间加速度 瞬时加速度 那它的线呢 它的斜率是代表了平均加速度 或顺时 对不起 它的斜率的话就是代表了 这个叫做加加速度 但其实我们高中用不到 就是加速度的变化的猛烈程度 它的变化如果是缓慢的 那就不猛烈 斜率就小 如果是变化的很猛烈 斜率就大 但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太会用到 在高中阶段也不会用到 J它的代号是J 加加速度 那面呢 面积这个我们才会比较常用到 它的面积呢 是速度的变化 为什么呢 有点像是 VT图的面积是位置的变化 而AT图的面积则是速度的变化 那我们的证明 或是说感受的方式就是跟VT图差不多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AT图 加速度是5 那加速度是5代表着意义是 每一秒还会增加5的速度 每一秒速度会增加5 那这么一来呢 在第一秒的时候啊 速度就会变成增加5 然后第二秒的时候速度就再增加5 那我们的时间轴就是横轴 横轴画出时间 第一秒的时候 速度就增加了5 那怎么会呢 因为就是每一秒会增加5 然后呢 增加了一秒 过了一秒 所以就速度就增加5 那如果每一秒增加5 但是过了两秒 那就是增加 变成速度增加的10 是速度增加 速度的变化 所以我们的面积 就是速度的变化 加速度作用一段时间 会是速度的变化 刚好对应到长层上宽 等于长方形面积 那用类似的方式 跟我们讨论VT图时候的类似方式 可以把面积代表速度变化 这个结果推广到任意曲线下的面积 AT图的曲线底下的面积 都代表速度变化 好那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呢 这个加加速度不常用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只有点和面而已 这一题就是一个AT图 那我们就会使用到它的面积 那建议各位呢 遇到这种AT图 而且是运动的问题 那可以把它先转成VT图 会比较方便 好比如说呢 这个第一块0到20秒的面积 代表的是速度变化 那是多少呢 是0.5去乘上20秒 结果会是正10 代表它的速度增加的10 可是呢这张图 就像我们上一题所说的 VT图是看不出出位置的 那这张图呢 其实也看不出出速度 AT图中是看不出出速度的 因为它只看得出速度的变化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速度开始变化 比如说它可能速度一开始是10 然后呢这里速度变化是10 所以它后来变20 速度变成20 但是也许它一开始是速度100 那速度变化是10 它变成最后变成110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从这张图中看出 一开始速度多少 只能看出它变了多少而已 所以必须要从文字中去判断 文字题目里面有没有说 它一开始速度多少 其实有的 其实有 它说预红灯而停 绿灯亮时车开始前进 而且这时候是要做时间为0 那这个意思就是时间为0的时候 速度是0 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VT图 一开始时间为0的时候 速度就是0 我们把秒数标上去 好所以一开始速度是0 然后呢 20秒之后 它的速度应该要增加10 因为我们的AT图的面积是速度变化 而0到20秒速度的变化是正10 所以它最后在20秒的时候 速度要变成10 然后整个过程呢 这个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因为加速度不变 0到20 每一秒速度都是增加0.5 每一秒速度都增加0.5 所以 这是等加速运动 那既然是等加速的话 代表 在VT图的时候 它的斜律会是固定的 因为VT图的曲线斜律就是 就是加速度 割线斜律是平均加速度 切线斜律是顺时加速度 所以 0到20秒 速度的变化就是 这条绿色的线 那接着呢 20到60秒的时候呢 加速度为0 加速度为0 而加速度又是 速度的变化 对时间平均 那意思就是 速度的变化等于0 这样加速度就会是0 那速度的变化是0 没有变化 那就是等速运动 所以呢 20到60秒的过程中呢 是等速运动 好那么最后呢 最后是60到85秒 60到85秒的话 也是等加速 然后它的面积代表速度的变化 那这时候它的加速度是负的0.4 就是乘上时间60到85秒 是25秒 所以结果是-10 我们写一下单位好了 顺便复习一下 加速度的单位就是 秒平方分之公尺 作用一段时间 所以乘上了秒 结果呢 就变成了速度的单位 每秒几公尺 好 所以60到85秒的过程中呢 它的速度减少了10 那刚好就从它现在的10 变成了回到0 好这就是整个过程的运动了 换成VT图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它的选项了 A选项 汽车在0到20秒期间 是做等速运动吗 VT图中它的速度是不断的上升 它是等加速 所以A是错的 B选项 20到60秒期间是静止不动吗 不是 它是等速运动才对 所以B是错的 C 20到60秒间是等速运动吗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因为你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嘛 这里是等速运动 Z 60到85秒期间 速度会小于0吗 速度小于0的话 必须要是在 这个0以下 就是这个过去的话 速度是负的 往上的话速度是正的 这个 中轴 往上的话速度是正的 所以今天它并没有跑到小于0的地方 如果今天是到90秒 维持这个加速的趋势 到90秒 它有可能会跑到0以下 但现在没有 所以珠是错的 1选项 在85秒时恰好停止 从这图中的确看得出来 到85秒时候速度为0 也就是停止没错 所以1选项是对的 答案是 C 那第二小题 那这一段期间 0到85秒的期间 共行驶了多长的距离呢 那这里呢 就是在问位移 那位移怎么算呢 VT图面积 求0到85秒的位移 那就是VT图面积 所以呢 我们才会建议各位 如果遇到AT图 然后又是问运动的话 就直接把它换成VT图 那要自己从AT图换成VT图 要会转换 好 所以VT图面积就是位移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 这个0到85秒的VT图 它的面积是多少 所以结果它的上底是40 60减20 下底是85 所以T图面积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高是10 然后再去除以2 结果是625 答案是A